- 現在還要講復仇者聯盟,你們還要什麼要講的? - 我覺得我那個甚至不一定要急在這一週想講的原因,真的真的 - 因為印象很深刻是嗎? - 印象很深刻,所以什麼時候講都可以 - 因為這兩週一定是復仇者聯盟比較熱門的 - 大家先把大家心裡面疑惑先把它解開來 - 好吧,那大家可憐 - 所以再來就是要爆爆爆爆雷是嗎? - 其實這只是一個附加的啦,因為我是覺得可能很多人在憋,憋憋憋憋好了 - 憋太久了,小事放 - 今天給你們一個窗口讓你們釋放這樣子 - 可是我覺得我上個禮拜其實我自己的想法其實都已經差不多了 - 就是我大概,就算不爆雷我也OK啦 - 你知道,我覺得不敗雷我也可以講的算是那個什麼,差不多 - 對,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有什麼覺得非,非那個什麼,超想說的 - 你們,你們 -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就真的太素實了 - 好,那我想要提一個就是 - 上一次的那個直播存檔,我看到下面有一個針對我的留言 - 針對你的留言?什麼? - 對,但是其實他沒有帶什麼那個人身攻擊啊 - 好,我大概念一下就是 - 這個人留言說 - 那個長矛對復仇者超有意見的 - 從頭虧到尾,雞蛋裡找骨頭 - 這麼在意何不符合現實邏輯 - 幹嘛這件事情在意也很無聊,你知道嗎 - 蛤? - 這就人身攻擊啊 - 那又如何呢?真實 - 蛤?但是這個我 - 我是覺得OK啦 - 因為畢竟我要 - 講出這些言論,我就是要對我自己的言論負責 - 所以我不會特別想要去回嗆之類的 - 我只能說其實我 - 有一部分還蠻同意的 - 就是說因為 - 同意長矛那一段嗎還是 - 就是同意說 - 那個這麼在意何不符合邏輯 - 那乾脆不要看漫威電影這樣 - 因為我覺得一部分可能我會一直想要去 - 會去想要挑毛病 - 可能一方面我也是覺得說那個 - 像我上禮拜有講那個 - 超級英雄電影 - 攻佔整個電影市場的這個話題 - 對啊,就是讓我覺得我們剛剛聊了幾部 - 像譬如說女巫啊或者是 - 北韓搖滾解放 - 我覺得這些才是 - 真正我們應該需要去 - 反思對這個社會 - 有幫助的話題 - 就值得去討論 - 那我們要一直去討論這些 - 不存在的 - 然後一直在討論說 - 那個角色的走向 - 或是什麼 - 那個公司跟這個公司之間 - 又有什麼隔閡 - 這種 - 然後又講說 - 我覺得那鋼鐵人的特效 - 做得好卡通之類的 - 這其實都 - 講難聽一點應該都還是在自嗨 - 所以我大概就是觀察下來覺得說 - 因為超級英雄電影 - 我是很喜歡看 - 我是很愛看漫威電影 - 但是 - 就是因為觀眾漫威粉的關係 - 像那個前陣子 - 那個 Film Club - 的那個 - 可以講名字嗎 - 王文淵啊 - 對 - 因為 - 他寫的那篇 - 那個副頭者的影評 - 就 - 也是有打中我 - 然後他在那篇影評之後 - 上傳一篇文章說 - 他覺得那個 - 漫威粉 - 是我看過 - 史上最玻璃之間 - 受賞 - 好受賞 - 玻璃 - 對 - 因為我 - 看到那篇文 - 跟我剛剛念的這個留言 - 我就有開始在那個 - 自我反省 - 就是說 - 會不會是因為觀眾的關係 - 讓我 - 會想要去否定這部片 - 會讓我 - 會讓我覺得雖然我很喜歡 - 但是因為 - 太多人都去忽視那些 - 真正有意思的片 - 然後都 - 只來討論這些那個 - 呃 - 就是 - 就只來討論這些 - 每一週的那種 - 商業主流大片 - 就是 - 就是搞得好像那個 - 我們這樣討論來討論去 - 好像我們也 - 都不會進步 - 就 - 好像沒有為這個社會 - 做一些貢獻這樣 - 嗯 - 這讓我覺得蠻可惜的 - 先 - 先 - 先不用提什麼社會貢獻 - 這些東西 - 太高了 - 如果 - 因為你知道 - 漫威粉 - 這有點扯遠的 - 漫威粉 - 因為的確 - 漫威這十幾年來 - 它的成長 -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 它是電影史上 - 利用最多網路社群行銷的 - 所以它塑造了一批 - 也可能是目前人類史上那種 - 最堅強的影迷陣容 - 但是 - 但是 - 我看到那邊 - 都是那個 - 見過EQ最低的觀影族群 - 當然 - 這就是 - 這就是所謂的 - 激盪結社啦 - 激盪結社就是會出現這種特性 - 就是會出現這種特性 - 就變成說 - 接下來就是 - 這個社群會越來越 - 保守緊繃 - 還是越來越接受 - 各種開放線圓論 - 我不知道 - 畢竟我也不是那個圈子裡面的人 - 這樣 - 但是 - 他們走向 - 如果未來是 - 越來越緊繃保守的話 - 那可能 - 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 對 - 應該是 - 應該可以這樣解釋吧 - 應該是 - 初兄你覺得咧 - 我覺得 - 其實 - 我從很早之前 - 我就 - 其實也沒有多早之前 - 應該是說這 - 兩三年 - 我才開始 - 我就 - 對這種現象 - 我是慢慢看得開 - 應該是說 - 當我開始當 - 在我當YouTuber之前 - 看電影寫東西 - 都是為了自己而寫 - 對 - 我寫東西就是寫給自己看 - 我覺得寫爽 - 看完又好想要寫一篇那個東西 - 然後 - 不為任何人 - 對不對 - 然後 - 我喜歡就喜歡 - 我不喜歡就不喜歡 - 這樣子 - 那 - 事實上 - 我在大學的時候 - 其實也是 - 這種狀態 - 我有奮飾技術的奮進 - 那個心態 - 你們為什麼不看這種電影 - 這種電影明明就很好看 - 這種電影 - 比現在時下的那個什麼 - 電影好看很多 - 主流商業片 - 在我那個時代 - 那個主流商業片 - 是類似 - 玩命關頭一 - triple x - 這樣子 - 這樣子 - 然後我想說 - 那個什麼 - 明明就還有比這更屌的電影 - 之類的 - 所以你會 - 你會分飾技術 - 對 - 但是呢 - 就是做到 - 應該是說 - 這一兩年吧 - 就我們開始真的 - 涉及到 - 呃 - 當中傳播的那種 - 宣傳 - 的一點點 - 事實上 - 我一直都覺得 - 也不能夠算是 - 完完全全有涉入 - 對 - 但是我其實那時候 - 就體會到 - 這個就是 - 大眾 - 大眾就是這個樣子 - 你知道啊 - 當你通常任何東西 - 永遠都是 - 我後來發現說 - 永遠都是這樣子 - 你很常讓大眾 - 真的很接觸到 - 很接觸到深入的東西 - 我覺得啦 - 對 我覺得就是 - 他那個深入的那種感覺 - 呃 - 如果你要 - 你要對一部電影 - 開始更認真 - 更去體會的話 - 那 - 你就開始進入小眾的領域 - 你知道 - 什麼樣的情況呢 - 就是你已經進入小眾的領域 - 因為你開始認真看 - 你知道 - 就是通常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 之前像那個 - 跟高明勝吧 -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人 - 那個紅衣小女孩的剪接師 - 我跟他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 - 就是他其實也有一套理論 - 就是他曾經講一件事情 -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 - 就是說 - 很多電影文群一直都不能夠理解 - 電影對大眾的意義是什麼 - 你知道嗎 - 嗯 - 對 當然你可能會講說 - 來看一部電影 - 明明就沒多少錢 - 你為什麼不認真看啊 - 然後什麼就是那個什麼 - 可以用心體會啊 - 什麼就是會講這種話嘛 - 但是他說你們沒有體會 - 你們沒有想到的是 - 對大眾來講 - 他們平常不是很常看電影 - 那他們來看電影呢 - 其實他們的內心 - 也不一定是真的要去看電影的 - 嗯 - 對他們對他們來說電影是一種社交行為 - 先去吃飯 - 然後聊天幹嘛 - 然後最後進場看電影 - 所以這是一個一天的活動 - 你知道嗎 - 你同意思嗎 - 就是他可能約會的時候要去 - 然後這是一種社交行為 - 對他是要一套整套的東西 - 所以電影並不是完完全全的 - 應該是說像你我們這種 - 會專門為了這件事情 - 只去看一部電影這樣 - 一個人去看電影的那個 - 是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 對大眾來講 - 對可是啊 - 事實上電影的經濟行為 - 其實是來自於大眾的 - 就是你如果因為小眾的那個什麼消費 - 可以那個帶動這整個經濟的話 - 它就不會是現在這個狀態 - 如果小小眾電影可以賣錢的話 - 可以穩住這個電影產業的話 - 那就不會出現復仇者聯盟這樣子的電影 - 事實上這種東西就是從星期大戰開始 - 應該是說在我們五六零年代的好萊塢有沒有 - 電影其實就有點像那種 - 就是那是一種大家進去然後欣賞 - 那個劇情啊 - 然後看得很好看這樣 - 中低成本 - 成本都是中型的 - 就是那時候像驚魂記啊 - 有沒有 - 或者是鳥啊 - 2001太空漫遊 - 2001太空漫遊 - 是大製作的 - 對那可是大片商拍的 - 對那大片商拍的 - 你看他的東西有多麼的藝術 - 你知道很深入的那個東西 - 那個是給 - 哇那個很懂得欣賞的人看的 - 對不對 - 那可是當星期大戰這部片出來 - 它很明顯是為了一般大眾而設計的東西 - 那個故事淺 - 然後故事嗨 - 然後看那個什麼東西其實是極之為簡單的 - 很簡單的散熱量 - 對啊那為什麼 - 因為他其實是想要把觀眾拉回到電影院裡面 - 因為他本來也是一樣的情況 - 他們越來越遠離觀眾了 - 知道啊 - 那他越來越遠離大眾 - 可是大眾就不進去看電影 - 所以他必須要拍一個大眾可以接受的東西 - 應該是說 - 其實我之前也是說了很多次的 - 就是要理解你跟大家真的不一樣 - 因為你對這件事認真 - 認真你就不是大眾 - 但是我們就是喜歡看啊 - 對 - 這也是我們現在這100多個人有沒有 - 會聚在這裡的原因 - 因為我們這幾個人都是喜歡看的 -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不一樣 - 就是我進去裡面的時候 - 然後我突然間會把自己 - 變成另外一種型態 - 我還是能夠欣賞他 - 知道嗎 - 就是你會自己轉換成一張白紙去吸收 - 就是我有說過啊 - 我覺得我到最後為什麼對很多電影都很寬容的原因 -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就是喜歡看電影 - 我進去就說 - 啊來啊你今天給我看什麼 - 欸這個喔 - 這個我也喜歡啊 - 這一種的也可以啊 - 有什麼不行的這樣 - 應該是說口味 - 比較都可以吃啊 - 當然有一些我可能不能吃啊 - 肢體斷折到一個極限我就受不了啦 - 喔 - 阿等一下 - 這個法院是我很喜歡的東西 - 沒有就是有的時候 - 超出我成功承受的範圍 - 啊啊受不了啊 - 香港的天出那你有看那個 - 受難季最後的激情嗎 - 有啊 - 但是我覺得那還好 - 那還是我能接受的範圍 - 蛤真的假的 - 那不是我 - 就是目前最不能接受的 - 可是我沒有在電影院裡面看他啦 - 這小螢幕跟大螢幕的那個什麼 - 承受的那個還是會有差異啦 - 對啊 - 嗯 送單機我真的是看到整個就有點快被逼瘋的感覺 對 就可能在電影院裡面可能會更尷尬 而且一部分可能是因為這部電影我就是四歲的時候不小心看到 對啊 那當然啦 那可能會是個惡夢啊 對 這是我的童年音樂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那個平常 我好像小時候就養成晚睡的習慣 然後我爸爸就是都很喜歡去擺四達就租一疊DVD這樣回來 對啊 然後我就坐在他旁邊 然後他就反正他也不會管說我的年紀 然後就都播什麼 前陣 那個之前有一陣子還流行那個大蜘蛛 或是大章魚或是大蜥蜴這種類型的片 那些我都是那種那個還是各位數的歲數的時候 就都已經看那些電影 我現在仔細看死不要的房間發現我剛剛根本就是看錯 真煩 你知道 你後面的那個什麼 那根本只是那個曝光過度 可是我只看到黑影就覺得 欸 那看起來好像伊朗文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看到後面那個發條橘子 從頭黑影看我以為是伊朗文 你知道嗎 這不是那個去年有重印 然後他那個買套票他會送一張海報 對 我騙的XXY XXY誤以為贏 伊朗看得到發條橘子嗎 我也不知道 看得到啦 不過回到剛才那個留言 我是覺得我看了 我不會生氣啦 因為 對啊我也能夠理解說 畢竟我 那個上禮拜真的那個 好像講他的優點沒有說講得很多 沒有啊 事實上這種事情是 到後來有點在挑毛病 沒有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 不要去 對啊 所以說我是能夠理解他 而且畢竟他 我覺得他應該看得出來是路過的啊 就是隨便去Youtube搜尋什麼 復仇者聯盟觀後感這種 來聽聽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轉檔也是還沒有完成 就還卡在那個後面那兩個小時 然後後面那兩個小時 偏偏就是我在那邊吐槽邏輯的時候 對啊 所以我也能夠了解說他 那你就是沒有聽到前面的內容才會這樣講 好啊 對 原諒這個人 不過我一直在講 很多人都說 結局好孽勳 結局好孽勳 如果說大家 很多人都覺得下一集大家都會復活回來的話 那這一集有什麼好孽勳 對啊 這就是我上一次講 沒有 這個道理就像是說 你怎麼可以打破我的那個什麼 情緒沉浸這件事情 你懂嗎 就是因為你回應的這件事情 你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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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這個有點像我 在跟鋼彈迷討論鋼彈的細節的時候 對總是會有人很喜歡打破說 啊這些都卡通啊 對啊 有什麼你們有什麼好那個人 你知道嗎 他們會覺得這是大絕招 但是事實上這就是不玩了 你知道嗎 這句話就是 你講這句話你就是不想要跟我們一起玩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小 小小幻想事件 那一樣啊 就是他下一集會復活 這個就是你不跟他玩 懂意思嗎 就他們還在這個情緒 因為他們現在還在 就是他們在這個幻想的那個劇情當中啊 對啊 那 可是當我在進去的時候 你要看你要不要跟他們一起玩這個東西 你願意跟他們一起玩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挺開心的 對啊 這是 就變成說不要一直想西外的東西 對不過我腦袋裡面 我得承認我腦袋裡面也是 我是其實在滿雙面的狀態 你知道 我有點人格分裂狀態 就是那種狀態 我的內心深處就知道 因為我們畢竟常常是做影視產業的 我就知道他就是玩 就是我在玩觀眾 他在操弄觀眾 對啊 然後要故意配那種配樂 對不是他其實是最後來一招這個東西 但是他最後來這一招其實前面的那個都 他就是一個很直接的一個手段 你知道他沒有任何的那個 對所以我到最後 我內心也知道說他這一招很賊 其實我才說 這就是那種長壽劇的手段 長壽劇最喜歡用這種 在這個時候做一個分點 他就是這個系列本質 大一幕的影集 不過我也要反駁 我也要反駁一下曹茶威他講的那個 你知道 曹茶威他最後我記得我大概看 欸我忘記是王文淵講的還是曹茶威講的 好像是說他認為這很像肥皂劇或什麼 喔那是王文淵 王文淵講的 就是他那個影評的標題就打這個 是 對但是我 其實也想要反問說那肥皂劇有什麼不好 你知道 因為像亂世家人就是這樣子的故事啊 嗯 亂世家人他愛那個男的男的不喜歡 那個跟別人結婚 然後另外一個男的來弄他 來挑弄他 然後他其實他們兩個是絕配 但是他們一直都沒有辦法成為一對 到最後他當他喜歡他的時候 男的不喜歡他 有沒有這不是很聽起來是很肥皂劇的故事 嗯 對但是你只要講得好就可以很好看啊 所以劇情怎樣 你要怎麼樣編劇情 劇情本來怎麼樣寫其實不是重點 你怎麼樣講一個故事 讓人家很喜歡看這個東西才是重點 我覺得 你在講那個什麼他是肥皂劇的 你內心其實已經對這個類型 其實是有 是有歧視 但劇情應該有百分之九 都是靠那些角色 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種歧視圈 因為美國隊長2跟美國隊長3都變得非常好 喔對 因為羅素兄弟的關係 對 我不敢預期說 這麼在複雜的情況下面 會出現這麼高水準的東西 問題是 最後 我覺得我看到一個八點檔 如果是其他人的八點檔 其他人肥皂劇我絕對沒有問題 可偏偏就是羅素兄弟的八點檔 對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我並不覺得內戰有 有超越那個無限之戰多少 因為我覺得他最後 因為好 這可能也是我內心比較 柯一點 因為我可能覺得他內心可能真的想要 在 在討論那個什麼管制或自由之間 這兩個議題 但是我看到後來我發現其實不是 看到後來其實是肥皂劇 他們是很 他們就是很 你還記得最後那個鋼鐵人 跟美國隊長講話的那個戲嗎 對 美國隊長說那個什麼你不能這樣 就是那個什麼 那不是他 沒有 然後抗點說不 我才不管他殺了我爸 有沒有 這就肥皂劇啊 對 我就知道我當他後來打的時候 這件事情已經 已經跟管制跟 跟那個自由 一點沒關係了 你知道這 這就是恩怨情仇 對 這是恩怨情仇的故事 所以那個時候 既然是恩怨情仇的故事 那他就是 跟那個 亂世嘉人一樣 角色情感這個東西 當然啊 那是因為 那個時候他們的詮釋真的很好 演得好嗎 我們被感動了 對啊 今天你要回過頭來 一百萬到三十年前那個 教父他算不算肥皂劇 算是吧 算是吧 對不對 弟弟不想要做工 弟弟本來不想要繼承家業 對不對 結果哥哥被殺了 然後弟弟為惡搞 爸爸被暗殺 弟弟為爸爸報仇 然後出去 回到那個什麼 那個義大利 然後 娶了一個太太 本來以為那個 結果沒想到太太被炸死 他要回來 你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很巴連打 那個就是 在處理的時候 他藝術手法 或者是他那個東西 讓你覺得 哇這個東西 升高到了某種程度 對不對 可以到達某種程度 那 所以 故事本身 我覺得就真的不是個問題 所以你在批評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要講的是他的結構處理 沒有做得很好 或是什麼東西 不是 我覺得他的故事像肥皂劇 這不是 這不是重點 我覺得 肥皂劇的第一方面 也是看每個人 當然可能他講肥皂劇 這句話的時候 可能是暗指說 他其實已經 沒有沒有像教父那樣子 可以把他抬掉到城市 就是他把他變得比較像是那個 平常日常看到連續劇 那樣子的處理 像他講鄉土劇 我覺得鄉土劇 本身的故事的峰迴路轉 不是問題 你會覺得鄉土劇難看 是因為他們的視覺處理 成本太低了 所以他敘事變得很爛 一看就覺得很荒謬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啊 守護者 我覺得守護者其實也挺有肥皂需要素 只是他的最後應該是說我們的觀眾啊 都被都被拉住都被這件角色給拉住 你開始關心他的那個什麼他的體會啊 或是關心他這個東西處理的好或不好 那個時候那個才才是 你才會真的才是真的喜歡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處理手法吧 其實要說 其實這世界的全部的故事 其實都跟人的恩怨情仇有關了 但是問是就是 問是在於你處理手法有沒有到達某種高度嗎 是啊 是啊 現在我就覺得 富三就是有點可惜 就突然 突然就是 從某個高度突然盪了下來 我覺得那是因為他最後的那個回馬槍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其實覺得無限之戰 我覺得他 滿勇敢的部分就是他是去描述薩諾斯的那個部分 他可以不要這樣子 他真的可以不用這樣 這部片還是很多人看啊 他可以像正義聯盟一樣 對啊他也可以像正義聯盟 我跟你講他就算像正義聯盟那樣子 他也還是會比正義聯盟還要賺錢 因為他鋪梗已經鋪了這麼長 對 那絕對不是正義聯盟可以 跟片型本身根本 欸這真的是所謂的台下十年功 事實上啊這個東西 他會賺錢這件事情 已經跟他的電影本身好不好看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這是行銷操作 跟那個他的那個鋪層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我們之前都有在提啊 就是說你看電影有沒有 首周的那個票房 是跟真的跟電影本身沒有關係 跟行銷站比較有關係 因為首周去看的人 所有人都不知道電影好不好看啊 對 他既然都不知道電影好不好看 那電影好不好看 對 當然你講的是口碑 就是可能過三天 開始出現有問題了嗎 就會大 看看是會往上漲還是會挖落嗎 但是首周票房一定是 一定是看你的行銷 跟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東西這個電影的那個 他他之前觀眾對他有沒有好感 或者是 會產生的影響 對啊 所以 你會有沒有注意到票房大便 大部分都在拼首周的 對 之前我也提過就是像是那個 玩命關頭七 玩命關頭七 手周票房破紀錄 破票房紀錄 可是他下一個禮拜 就會滑下來 為什麼 他就是行銷站跟他的話題 口肥跟有人過世的這個 這個 對啊 對啊 好啦 是不是很多好看的電影都會有點像肥皂劇啊 其實啊 我覺得肥皂劇本身反而有一件事情是你們可是沒有注意到的 肥皂劇的人物其實是很立體的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對啊 因為他劇情肥皂 因為他很長 因為他很長 他有恩怨情仇 所以這個人有他好的一面 結果到後來又看到他有壞的一面 又看到他軟弱的一面 有沒有 這才會 這才會開始變成有很多那個嘛 對 才會變得有很多衝突這樣子 對啊 其實像史詩電影就帶有肥皂劇的那個味道啊 一切 一切故事都是恩怨情仇啊 一切故事都是 但是你是說像那種比較簡單的東西 反而就比較沒那麼肥皂劇的味道 因為他是很直接 對 人物很扁平的 你知道嗎 那麼想到不肥皂 沒有像 還有一種是我覺得 他本身後面的議題零架的那個什麼 他們之前東西 你可能剛剛講二零一太空漫有本身就是這種 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說最近的這個超級英雄電影 比較有那個味道的大概就 像黑暗騎士啊 我覺得黑暗騎士裡面有一段價值觀變成就是說服了我 讓我覺得那部電影真的很好看 就是小丑跟蝙蝠俠之間他們在 對於人性之間的那個什麼的變 那一段才是這那部電影的整個精髓 對那他下一步呢好像也試圖要做這件事情只是 他好像沒有做到那麼的說服我 對所以我才會變成 欸你剛剛講 你剛剛講到說那個跟XXY起爭執好像就是那一步 跟XXY起爭執好像就是那一步 跟XXY起爭執打有什麼東西 就剛剛他進來的時候 你那個不是有說那個好像去年嗎 應該應該是聊到那個 黑暗騎士好看還是黎明升起好看的時候 然後XXY說他覺得黎明升起比較好看 然後那一段我還歪 我都已經不太記得 跟他因為什麼事情就急著爭執 對因為我那時候有講說 我不喜歡覺得黎明升起沒有那麼說服我的原因 是他一開始好像想要做一點點價值觀的那個討論 結果後來他就放棄 就變成了一個你看蝙蝠俠多可憐 他為你們而犧牲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就不太能夠接受他 你為什麼要這種方法來把它解掉 對那 呃或者是像去年的那個 那個什麼 羅根 羅根其實他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道理 但他那個什麼聚焦於單人的那個人物情感 三個人之間的人物情感上面的部分 然後雖然他們的事件少 但是他們的情感豐沛 然後完全是交給那些演員在表演 然後那個也是一樣 就是我就是升到了某種高度 那個什麼 很難得 超級英雄電影竟然出現了演技的那個什麼 就是幾家演技派的那種詮釋這樣子 就看到都都都心酸了 你都突然間很了解羅根為什麼那麼那麼在意 在意查爾斯 然後查爾斯為什麼 就是他們兩個人之間不能夠沒有彼此之類的那種感情 那種是一種很深厚的那種處理方法 對啊 那時候就會覺得哇 這個真的是已經超越我們 可是 你現在講的東西 這個肥皂劇這種東西 就是靠著情節 你喜歡我 我不喜歡你 他又愛我 剪不斷你還斷 有沒有 聽到這樣子的描述方式 對啊 但是這個是不是壞事 這本來就不是壞事 就是 你就知道說他現在操作不 不是這樣子的狀態 那 沒關係 那我也可以看這個 對啊 那個 我有說過很多次那個時候我不是每天一天到晚都要吃牛排 我有時候也想吃漢堡 對 那吃漢堡 這個什麼這個也我也可以吃的下去 而且他算是好吃的漢堡 他不是很難吃的漢堡 你你你你你不能夠說啊這個 比如說好你拿香土去跟他比 對阿香土去就很爛的漢堡就美而美啊 那這個東西是做起來哇可能200元等級進美之餐廳超級好吃漢堡 那你要跟他講說啊這都漢堡美而美的跟他一樣 這不是邏輯這不是這不能夠相比吧 我真的覺得用食物來形容電影真的超好形容 這個只是一個比這只是一個比方 對 就是肥皂劇也有非常好看的肥皂劇 對不對 對阿那肥皂劇好演到好看就變死屍阿 對不對 演到不好看就你就說他香土劇嘛對不對 好啦這個 然後回到那個無限之戰 很像那個我我前陣子看到那個就是羅比頻道他 在講這部電影他講到一個我覺得還蠻有道欸 他說那個無限之戰這部電影是在講生命的價值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到說欸像那個奇異博士一開始他說 他說他會那個 他不會管說那個朋友的死活 他會拼命的去守這個時間寶石 但是他到後來的轉折就是他已經看到那個東里被插了一刀了 就還是那個放寬心 就就還是那個軟心說好我把寶石交給你饒他一命這樣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情覺也是阿像那個葛摩拉跟星爵那一段也是阿 因為你願不願意犧牲這個去換來那個 願不願意犧牲這個去換來那個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講主軸 我覺得用那個生命的價值來形容這部片還蠻適合的 這樣的話台北物語其實也是有代表那個貧富差距跟那個社會現象的意義在裡面 那台北物語是什麼食物阿 恐怖料理 沒有台北物語是那個 沒有台北物語是我可能之前國中在學生餐廳裡面都會拿全部的料理全部這樣大雜燴然後搞像一團噴這樣 沒有沒有但是意外既然好吃的這樣告白 沒有就是大家圍在一團吃這些噴吃得很開心 就一群人圍在那邊吃噴 哇真是太親人了這什麼口感阿 拿那個雞腿起來互丟 天啊原來我們是進去吃噴的阿 然後吃得很開心 就是享受一群人一起吃的感覺 但其實不管是什麼電影其實你要有心從某個角度切入本來就可以講出一個道理出來 對阿沒有那個是變成是看好啦我就是說 我其實也就是有講過說我為什麼後來我覺得有些東西我其實反而我都還能夠從另外一種角度去看 是因為我可能真的比較喜歡看電影 所以有的時候進去說欸這樣其實也不差我沒有很討厭 這樣子就像是你看那個什麼風飛沙 我看氣象戰 對就是或者是看追捕 我們既然就是變成你一開始那個什麼預期心理被打破了以後 然後你竟然還有辦法瞬間轉移那個什麼 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你還可以另外調整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就是我突然間知道說喔你這個東西我都不能用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會很糟糕 突然間換另外一個角度也是很好笑 突然間變成喜劇片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我看一下剛剛講薩諾斯喔 欸有嗎 有人在講薩諾斯的事情 那 呃 事實上有 我記得我那天在講的時候有人說薩諾斯的那個東西很好吐槽 對就是 我就覺得理論是可以理解但是做法不能理解 呃 我其實是覺得他基本精神我無法反駁他 然後有人說其實很好反駁 但是 我覺得不能反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做久了以後也會發現說有的時候有些事情要 你會非常逼不得已的要進入那個非常獨裁的狀態 沒有就是以我那個平常工作或者是我平常做影視產業或是什麼一些案子啊什麼的處理方式 我就知道什麼時候是不能民主什麼時候是不能自由 我就知道那個東西一定要用強力手段去做這件事情之類 那在這裡面是對事而不對的 然後有些人就是會犧牲 有些人就是比較倒楣 所以我能夠我變成 我突然間也能夠理解說他雖然講的那個東西 好像不是我平常工作或者什麼事情 但是我突然間也能夠懂說他為什麼 要講這種事情 對那其他人你在反對他說很好吐槽或什麼 因為你們是用情感面去吐他當然有很多可以吐槽 但是如果你用純理性的話突然間覺得他有些事情無法去 我無法去反駁他了 對啊就是那個是 好像他有人要當當黑臉要做這件事情 好像 尤其是電影其實還蠻努力的去 去鋪他的那個什麼 其實這個人沒有如果你今天他在他的那個房間 他的那個領地裡面他非常奢華 他那個什麼這個 山珍海味然後旁邊抱著美女什麼的 他就覺得他他嘴巴還講這種事 那就根本就沒有那個 根本就沒有道理 對但是他最後面那一段就坐在那邊 在一片那個什麼 在一片那個什麼鄉下 然後坐在那邊看著空無一無的東西 突然間也覺得這個人好悲哀喔 但是他並沒有得到什麼 其實他什麼都沒得到 特別安排一段那個他女兒問他說 你得到了那然後呢 對沒有啊 但是他好像他也接受這種東西 突然間你又覺得你好像很難討厭這個人 很難討厭這個小聲 他最後有沒有笑了 他就是說好 真的有做到 真的他完成他內心裡面的那個理想 完成這樣 可是你就會知道說 他為什麼要這麼努力去鋪這個人 就是要讓觀眾很難討厭這個人 這也是我覺得無限之戰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 雖然說他不能夠算是特別有深度 其實他在眾多有深度的電影裡面 他其實只是 一個那種淺淺的那種 小等級 就是有一點深度又不是很有深度的狀態 他其實講的其實很淺 他講的很淺 他講的真的很淺 但是這有點像是應該就是說 你要去知道他的那個對 對象是什麼樣子的觀眾 這樣就夠了 這樣已經夠了 因為我 就像我 像最近那個誰 銀河英雄傳說的動畫重新播 對不對 我以30幾歲的人 再回去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有一點錢 但我當年超迷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那東西對我來說 簡直像是那個什麼 哇 那個我突然間覺得 我龜破了那個什麼 一個那個 政治體系的一個那個什麼 背後的道理之類的東西 那是在14歲15歲的時候看到的 對我來說簡直就像是聖經一般 對 那 但是你 我在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累積了一些人生歷練的時候 發現他講的東西其實是有一點點太多天真 對 那 當然啦 你現在當然到20歲30歲40歲的時候 你可能再去看更深度的東西 不需要奇裝異服 你也可以感受到他裡面要搞的一些議題 對 但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現在在 比如說你的觀眾是青少年群的時候 他還有想要放東西已經非常不錯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並不會說我討厭他 我覺得我不會討厭他 而且我其實我在看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能夠瞬間調整我的心態去 對 就是以這個成績來講 他其實這個做得不錯 我別的不提 別的不提啦 你會覺得那個什麼 冰雪奇緣 講女拳講太前嗎 你懂我意思嗎 冰雪奇緣就是let it go 你會覺得冰雪奇緣這個東西講女拳講太前嗎 不會嘛 他那個 姐妹情比那個女拳還要強 對啊 他們剛剛我有點傻住 因為那個裡面那個艾莎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其實是在炫耀女拳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當然 看如果你要用更深的東西去看 你就會覺得冰雪奇緣有點一廂情願 對不對 女生最好 姐妹情最好 男生全部都是拖垮我們 對不對 王子還沒那麼重要 對不對 對啊 那 可是那個什麼 你會 你會覺得他講太前 應該要講更深嗎 不會吧 因為你也知道他的觀眾群 不是這種人啊 對不對 錢 以你權來說 對你是40歲的人 你是30歲的人 20歲的人 你覺得他很錢 對 但是對10歲的人來講 這樣可能就夠了 對 那你要知道說 他們現在主打了觀眾群 這也是我覺得XXY 會被攻擊的原因之一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XXY是30幾歲的人 他的價值觀是30幾歲的價值觀 那可是其他幫的觀眾群是15到25歲 哦 對 所以他們在看的時候當然會覺得 你這個人在講屁話 在講幹話啊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這樣 有沒有 很有道 這就是這樣子的原因 因為你在不屬於你的觀眾群裡面 講出了一個30歲的觀點 懂嗎 對 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 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你知道 今天換作是我去那邊 也會有同樣的情況發生啊 對不對 因為我在講的事情 是你們都還沒經歷到的啊 對啊 那我講的事情 你們這時候就會覺得 我是老人講幹話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並不覺得說那個是一件那個 但是XXY這樣做是很勇敢的行為啦 對 因為你是膽敢在15歲到25歲裡面 講出一個先知的話語嘛 對不對 但是你被幹 你會被幹是一定是合理的事情啊 對不對 你 因為你 就是在預料組 對 也許這些人 這些幹你的人在10年以後 有這個感觸啊 對啊 但是他不一定會回來跟你道歉啊 對 對 這會回回剛剛那個留言的問題 因為他想要得到的目的 是什麼 就是想要人家認同他 嗯 所以我有在下面回他說 好我同意 我不能 不能再認同你更多 這樣 呵呵 沒有 因為他們最終想要得到的目的就是 得到認同嘛 嗯 他們想要他們講出來的話 被人家支持說 好 你講的 你說的都對 然後這件事情就解決 反正你跟他吵 這是一個無底洞 嗯 對啊 所以你應該是說 好啦這個 雖然講這樣有點 有點烏龜啦 就是你可能要 找到 懂你的人跟你講對話 也就是說你要找到你的同溫層 OK 好啦 這也是半瓶處夜未眠這一群 137個同溫層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好像還蠻平和的 你知道嗎 雖然剛剛好像有在吵架嘛 有在搶 有在吵女權這件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我們 你知道我覺得我們這邊的人真的是 大家都真是非常的厲害 你知道嗎 我們各退一步吧 哇我記得在裡面聽到這種對話 你知道嗎 我們各退一步 大家都超理性的 你知道嗎 半瓶處夜未免的觀眾群 真的是那個時候 很明顯的是這種狀態 你知道嗎 對啊 就是 呃 但是我也知道啊 就是他們 而且你要看啊 他們當天 我剛剛看到他們那邊七八千人 七八千人 七八千人你就 你就 你就很難去 避免 避免會有這樣子的人 對啊 對對對 OK 好吧 這雖然今天說是在講暴雷 但是我覺得好像在講的是那個 復仇者聯盟的粉絲現象 你知道嗎 對 對 對我們好像對那個劇情還沒有太 沒有 事實上這個劇情不用太 多加 對 事實上不太需要 多加做 那我發現說要聊暴雷囉 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聊 沒什麼好聊 因為這件事情 沒有其實過一個禮拜好像插了新房 鍵都拔出來了 你那天不是想說第二天就拔出來了嗎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你好像也還OK啦 對 只是你可能只是被嚇到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是 它畢竟是一個 讓我覺得是一個trick 就是它是一個 已經 它是 死 死因招 對 你對那個的痛苦 並不是像是那個查爾斯在羅根裡面 被殺掉的 如此的罪行指頭 對 那個只是一個驚惡而已 啊 怎麼這樣啊 他已經 那麼多年 他怎麼可以就這樣 有沒有 一下下而已就過去 雖然裡面也有一段是那種 小蜘蛛嘛 蜘蛛人 跟東尼史塔克的那個 東尼史塔克其實有抓 小蘿蔔道尼緊緊抓住那三秒 演出了悲傷的表情 對不對 對 那個就是厲害的演員 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對 對 但是那個什麼 蜘蛛人那一段也不錯啊 對 但是畢竟是不會像羅根那樣的深刻 羅根那樣是兩個很厲害的演員 你又給他時間 然後他又真的去努力去詮釋這個東西 然後看到後來我天啊 好痛苦 怎麼會這樣子 還有重點是羅根不會一直跟你開玩笑 他不會像復仇者聯盟那樣子 嘴炮來嘴炮去 其實開玩笑也沒什麼不好 好其實我覺得復仇者三表現最好就是小蘿蔔道尼 他那種 玩笑法跟其他人玩笑是完全不同等級的演出 對 對 小蘿蔔道尼收放自如 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是收放自如 然後其他人就只是高跟而已 目前我覺得有辦法跟他那個什麼 對抗的就是那個 康伯敗曲 奔奈迪克康伯敗曲 但是 事實上其實小蘿蔔道尼的那個什麼 經驗比他多 人生經歷也比較多 對阿 對阿 所以你可以感覺出來那個真的不太一樣 對阿 所以那個康伯敗曲才在說他 蠻想要演看看恐怖片 還沒有經驗 想要演看看 沒有那不是他被嚇到的那一段嗎 就是他好像這個 對 然後講完之後就馬上被嚇了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